香港全身 赵彦涛博士Ricky 是少数土生土长的生物科技专家 2015年在美国创立生物科技公司 为检测疾病技术带来一项新的突破 2017年他选择回香港 将生物科技公司主要业务转移至香港 Ricky,我见到你 我就想在年轻又为的四个字 当年三十出头 你是不是在美国藏办这间公司 现在你也是一个科学家 你小时候的成绩是否最高 虽然我对科学很有兴趣 但我的成绩最好的就是中文 我会考取一个A,就是中文 中五毕业的时候 我一直很想在将来的发展方向 都是在科学相关的事业上 所以他们就接以宿舍 就供了我去美国去读这个生物医学工程 如果可以带样东西去外国的话 我会想带炸两个过去 因为基本上那边没办法做到好的腸粉 还有油炸柜 但是这些东西我最喜欢吃 我在美国本科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就是在一间 专门做快速测试的公司那里做研发 我的团队就研发了一个 可以用口水去验毒品的快速测试 那时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拿到 美国政府满批的一个产品 你的研究也很厉害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开了自己的公司 经过六年在UCLA那里去读博士 就让我研发了一个核心技术 而这个核心技术 能够令到不同种类的检测 能够做得更加准 更加便宜 更加快 更加方便 做到这件事之后 那我就想了 要这件事真的要帮到人 其实一定要将这个研发 去变成一个商品 那最直接的做法 就是自己开公司 但是始终都是很记挂着香港的 因为其实我去了美国18年 我每一天都会有看香港的报纸 每一天都会和香港的家人 去谈电话、去沟通 那一有时间一放假 都会想立刻回来香港 去探望家人、去吃好东西 最挂着香港就是食物 所以每次回来都会去找好东西 但其实我的要求很低 就是我去茶餐厅 有杯冻领茶 其实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一刻就说 我香港希望要转型 希望要去搞这个创科 那我是很有这个心 很希望将我这个创新的技术 能够带回到自己出身的地方 将它发扬广大 所以有一座这样的决定之后 立下决心 就带上我太太和小朋友 就整家在2018年就整家搬回香港 Ricky, 我知道你回来香港 发展初期是做疾病的检测 但是你回来之后就遇到COVID 你会不会觉得回来不合适合 其实一开始会的 因为本身我们做癌症的时候 回来几年, 然后也有一些成果 但是突然间COVID来到 其实我们都很彷徨 一开始是没有药石 也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其实检测是唯一一件事 是可以令到我们去对付这个疫情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机会 就令我们研发了一系列 新冠相关的产品 也都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 一个检测的承办商 都是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的关系 令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将我们的产品重研发 去到生产 去到能够成为整个大中华地区 第一个拿到美国FDA的证 令到我们的产品可以去到三十几个国家 去帮不同地方的政府去防疫抗疫 赵博士带领团队在短时间之内 研发出一系列新冠病毒检测的产品 加上他在世界多国 和本港社区的抗疫工作 在2021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再在2022年当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现在COVID已经过了 那你现在的工作研究 是不是都和全民健康方面有关了 是的 其实现在我们就去到我们的初心 我们COVID之后 我们集中去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针对子宫颈额 很多的女士因为尴尬 因为怕痛 或者可能医疗资源不足够 都没有办法很平常地去做这方面的检测 那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件事 就是用尿去研这个HPV的这个病毒 从而去预防这个子宫颈额 透过我当年在UCIA研发出来的这个核心技术 我们就能够将尿去研HPV的这件事 从以前大家只能够做到六七成准 去到现在超过九成年的准确度 那就能够令到所有的女士都能够可以很方便地去研到这个HPV病毒 从而去避免这个子宫颈颈的发生 香港的吸引力就是有很多好东西吃 有很方便 还有做生物科技里面有很多很顶尖的教授 有个医疗体系也很好 这方面也是令我做这个创科的过程 可以很顺利地去发展 你回来香港多五年了 你觉得香港是否一个发展科研的好地方 我这件事我是很相信绝对是 因为当初为什么会决定回来香港 除了自己的感情之外 因为本身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先天条件 例如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是非常成熟 世界首位一致 以至于我们大学里面有很多世界顶尖的教授 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 另一位获得2023年香港十大洁清的高豪医生 是一位神经科学家 他喜欢接受挑战 近年带领团队研发大脑衰退机制 以及可以改变病况的药物 即一直被认为无药医的脑退化 高医生25岁得到博士学位 31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研究得到突破性成果之外 还先后得到多个科学研究奖项 高医生 你好 Victoria 你好 首先恭喜你得到今届十大的签 其实我们是同学来的 因为我之前是LSE读研究 我知道你也是UCL读书 在伦敦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想念香港 很想念 你想念香港什么 每一个项目 当时在做研究生 当然生活最大的部分 就是在实验室 以及与科研上的同事交流 但每天做完事回到家 看的新闻都是看香港的新闻 看香港社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好像是一个责男 100%是一个责男 当年他在其中学习生活几年之后 就特别发觉香港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又適合口味 又多样性 海鲜又新鲜 什么都吃得到 至少我的理想是否做医生 没错 至少是想做一个做科研的医生 那时候小时候其中一个偶像 是何大一博士 除了说佩服他 可以在医学和科学上 去解决很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很佩服 他做的东西 是对我们人类的社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和帮助 所以从小就是说 除了说我本身有一个好奇心 对科学的东西本身兴趣大 也希望将来我做的东西 通过科学、医学上去创新 将来可以帮助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医学、科学 由四到大,你在香港成长 以前你觉得香港是一个什么城市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是十岁 其实刚刚来到的感觉 就是我爸爸带着我在街上走 那些楼子特别高 也都觉得是一个应该是要充满机会的一个城市 而后面也没有令我失望的 我觉得香港就是一个城市 因为前阳的努力 其中我对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你社会有一个机制 去对每一个阶层不同出身的人 有一定的保障 那譬如说我作为一个新移民 你可以想象我们家里都经历过 比较艰难的时候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我 譬如说要去接触知识 去学习和去上游的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是极其重要 那当然我是感恩 还有希望也都相信 我们会继续给下一代 有一个上游的机会 工作以外 我平时最喜欢 就是让我太太和我的狗狗 带我去户外活动 就是我最大最重要的放松的方法 还有很多时候你工作的时候 当时你只坐在办公室 对着电脑的创意灵感 做一做一做就会低了 是需要靠这些出去户外活动 才有时会有些新的想法 在英国当时你一直在做研究 从什么原因来你回来香港 其实原因说出来 就是很多一匹布那么长 始终的归属感 都是回到香港 这是一个挺重要和挺大的原因 其余就是说 我当时去英国做科研 但我是在医科课程中间断了去做 始终一开始选择 是想做一个做科研的医生 那医生的部分都要读完它才做到的 所以就选择是想回到中大医学院 完成了学业 而当然其他就跟家有关 就是譬如有次回来几天而已 跟妈妈喝茶 看到妈妈的完美纹多了 难道不少这些因素都有影响 家人真是很重要的 他们在哪里我都想去他们身边生活 那在英国肯定会想着 尤其是在香港妈妈煮的汤 因为在英国无论多努力 尝试学煮食煮好一点 都煮不出那个味道 你回来香港之后 你有了自己的研究 你是做什么研究 我们现在的实验室 其中一个很大的研究的主题 就是我们通过想知道 一个大脑在衰老衰退的过程之中 是出现一些什么变化 那会不会对于我们去找一些治疗把点 或者说增加将来我们有药物 可以治疗到脑退化的疾病的机会 我们可以帮忙提升 通过我们的科学上的研究 和知识的增进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事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 整体香港在整个大中华地区 这个生物科技的产业 在爆发的期间 有它的角色和会得益到 也看到其实政府也很着重 我们对于科创这件事的投入要增加 所以这件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去吸引的因素 访问完三位杰出青年 他们都是很专业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他们在外国的时候 都非常想念香港的美食 其实美食除了味道之外 还有香港的情意在里面 我自己也很喜欢下厨 煮饭给家人和朋友吃 因为food is love 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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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